我開始有很多問題了 有兩個媽媽就說 我這樣可能一副家庭組織打扮 所以你才不理我 後天我來想我學得比較專業 這是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是說 洪志忠 你以後他擦脫到那個時候 好啊擦 一個性別 觀念都沒有 這是他第二個想法 你這樣想法 意思是說我來講 你怎麼皮膚怎麼灌呢 怎麼可以這樣 理事長你要挑 主持一下正義很不感人 很不開心 坦白講洛正人栽來找醫師會 我們還真的有點頭大 你才沒有要去還原現場 好 所以我們看 所有的認同都有正向跟負向 不要以為認同是有正向 不要以為認同是有正向 不要以為認同是互相 以前我們講愛用國貨 還是五十年前 我愛用國貨 台灣做的 OK嗎 嗯 沒兩一本就好 對嗎 可是 有些東西到現在我們MIT 我們就很在意呢 要不然要頭走 跟納一關很好的 你應該搬起來跳 我們就很在意嘛對不對 那個是 從正向附同跟負向附同裡面 就會感生的 可是正向附同會有一個問題喔 他不要極端就變成獨尊式理所 所以這都好 這都賣 這10月以前都很醜陋耶 對不對這樣 那負向附同認同怎樣 就麻煩了 既存在用台次 你就發現我們病人表現得怎麼樣 一片混亂 你現在一片混亂耶 所以這時候你要說什麼 你病人要病全法 要病人有自我決定的權利 那你就一片混亂 你一片給予的權利 自我決定 他又說 你現在無人確保固定了 說我要怎麼拚這樣 你只要分你 不是我們 不願意做個決定 可是我們不願意是說 我幫你做決定 因為我們認為說還是要 你透過某種的了解之後 才能做決定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尊重的過程 他會說 吳醫師啊 不要麻煩 你是專家的貼我管理就好了 甚至我們談到這句話 聽到這句話 現在都在講 哇 這個都不是很自在的話 好 所以被對待的方式 是我們個人經驗的起點 個人經驗起點 性別經驗起點 都在這裡 所以在一個 我不知道我是什麼 你叫我的名字我都不翻你 叫名字我翻你 是因為聽到聲音 對聲音的反應 那麼小的小英文 好 所以這裡面就會看到 我們從經驗到性別 就是性別的脈絡性的比喩 這個其實是回到一件事情說 那要怎麼去看 其實就回到我們的性別經驗 是我們自己發展出來經驗到的 所以一定有限度 有這麼多 你有很多性別的經驗 我們也沒聽過 也沒看過也沒經驗過 那就是這樣 沒辦法 所以 你要叫一個人要怎麼做 你要找一個孩子 好好的當一個男生 當一個女生 這些經驗 包括他的身體經驗 你如果說兩個男生就在那裡 扭來扭去扭來扭去 我們覺得他很正常 兩個女生在吵架扭來扭去 我覺得還好 如果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在扭來扭去 這也算 我告訴你 那就是兩個孩子扭來扭去 所以不對 我們從來不會這樣解釋 因為我們的身體經驗 我們從很小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男性的身體經驗的界線 跟女性是有很大差異的 我處理過一件事情 一個胸腔內跟醫師 因為那個病人 二十幾歲的妙齡女性 然後因為咳嗽 然後呼吸有點狀況 他就去找他看 當然他就跟他聽呼吸音 他就反正前面聽一聽 後面就聽 因為台灣的習慣 我們絕對不會說請他 全身去換個檢查罩好 那裡面都脫光 那我們就要這樣檢查 我們不會 他們跟他們不治這個事情 所以他轉過去的時候 他把衣服拉起來在聽 他就把內衣的肩帶 就移了一下 那個女生就尖叫醫生說 醫生你在幹嘛 聽不懂 每個人的身體經驗不一樣 我們就覺得 你就 我是不是把你衣服移開 我又沒有碰觸你什麼特殊的地方 或怎麼樣 可是對他來講怎麼樣 那個內衣是他 身體敏感部位的延伸 你說你怎麼說太嚴重了 不是我講這樣嚴重 我在解釋他的行為 我記得每個人都是這樣 可是他萬一是怎麼辦 即將衛生巨跟醫師公會 都不會沒有要 我們處理這件事 我們才不要 可是呢 我們是不是要處理呢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性別經驗 個人經驗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剛才講的 很容易理所當然 可是我的理所當然 別人不一定會說 好 那邊 我講 鮮豔的個人經驗唱的 我現在做 把我小時候被教說 你要怎麼樣 其實我不太喜歡 我還是那個模子印在哪 看我裡面 印在哪看我 所以美國人說 什麼六零年代 我現在有什麼CPU 沒有 通常做長的 怎麼有 那現在你去美國的 在那邊看 你覺得 劉昌和華的 男性多嗎 也沒那麼多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這樣 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但是這件事情 我用歸勳這個件事情 說 欸 這 不用文字下起來 但是我們都 自己會去遵守 因為這是我 被要求的 當然 是不是百分之百遵守 倒不一定 但是就會影響 所以 一層一層一直下來的時候 有不同的 有積極階級的框架 知識的框架 性別的框架 性別的霸權 到現在 我們的整個社會秩序 所以 你不覺得我們就是有個社會秩序嗎 你不覺得我們就是有個社會秩序嗎 台灣的社會秩序 跟美國 絕對不太一樣嘛 你說全部不一樣嗎 也沒有 可是就那麼 真的讓你感覺到不一樣 你去英國 去澳洲去看 你會發現 真的都不太一樣 可是不太一樣呢 也沒有那麼大的重複性 可是卻讓你很明顯感受到 好 那這樣的過程裡面 其實一個蠻重要的是什麼 會不會影響到支援之類 所謂支援的問題你知道 我就看你沒有所謂 這個垮交線做不外懷 所以我簡單簡單看就看就好 這個變成看得比較順有 就多花一點時間 因為意識的實驗也是支援 我可以這樣講嗎 我可以這樣講嗎 你這個看起來 看得比較鬆 我怕會被抓到 所以我怕幾乎 我怕幾乎 賣給你鬆 其實這個不叫做 支援分配給他比較多 支援和支援 大陪他他身上比較多 我不太一樣 到底是怎麼樣 這當然是牽涉到價值判斷 可是都是牽涉到資源分配的過程 我們有辦法要做白飯的 每個人進來都同樣的資源 都變那麼清楚嗎 那麼完整 這是不可能的事嗎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裡面 其實不斷在提醒我們 就是這個 就是剛剛講的 既然我不可能 可是我有沒有注意到 比這些病人 跟我的經驗裡面的差異性 那個差異性有沒有被我注意到 然後有沒有需要去處理 這就變得很重要 病人很多 所以看給你看給你 來來來 快點來 如果老病人你可能會講這句話 可是如果下一個病人來的是一個 這個坐輪你能慢慢推了 你可能這句話你就躲起來 是不是比較快 會不會他會覺得說 他生你生你生你 我生不死 真的跑出來這些問題 所以 我們從我們的家庭關係裡面 去看到個人經驗 看到個人心理角色 但是醫療中呢 好 我先不能到醫療來問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如果繼承遺產 其實可能就是多平均 到遊戲規則 簡單講是二子女兒都一樣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到去年 到法院去放棄繼承的 女性上的70%多 好 如果這樣還不夠的話 我舉我一個病人 是前年的例子 他就早被過世 我的病人是媳婦 那他先生是第八個 是長子 他是導的 第八個 他是他一個弟弟 所以同家有九個孩子 第八個第九是兒子 好 那現在早被過世 他說遺產繼承 你知道嗎 然後七個姊姊裡面 也有兩個姊姊說 照本照鏡 照本照鏡子 我也要嫁給他 各位 你知道結果是什麼嗎 那兩個弟弟 都從頭到我都沒有講話 真的 主導公園或公園 都沒有表示意見 什麼 那五個姊姊 就搞那兩個姊姊 那兩個姊姊 那兩個姊姊 換你 五個姊姊 把兩個姊姊押去 就請去法會 叫他拋棄繼承 你沒有拋棄繼承 你的醫藥沒做什麼 所以 你說 沒東西 女性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呢 你不能這樣子去想說 用生理性別去決定 他們對性別的價值判斷 這時候他們性別的價值 發展怎麼樣 就是兒子繼承 就是這個結果 好 所以醫藥裡面 因為很多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就要很小心去注意 換什麼錯誤呢 要放些 等一下放些 放些 大概電腦不太喜歡我們剛剛講的 沒有 有了 好 你介紹一下 更何況 現代的 我們的家庭是怎麼樣 戶合式家庭 離婚 再結婚 讓你幫他上網 甚至沒有 離婚以後就同居在一起 還生 好 一堆啦 我也搞不太清楚 雖然這個不是佔的大部分 可是已經相當努力 還有多元性別也要動 對很多的多元性別 同志啊怎麼樣都 這個他比較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遇過 這個故事大家也聽過多少有 太太發現他先生外遇的對象就是一個男性 就是他先生其實是男同志 那個過程裡面 那個處理非常難處理 好 那這種狀況之下 好 所以 最後一大一件事情 我們特別講 家庭主義 這是Axton Anderson 福利國家理論的概念 好 福利國家理論的概念分三大元型 一個元型就是我們講的 像美國這種純粹是利潤導向市場主義的 這種心思有福利 所以他們所有的福利其實都帶有十善的特色 非常重 然後呢 我們經常在台灣經常講那個長照的時候 講到瑞典北歐模式 其實那個是屬於國家照顧每一個國民個人 就是每一個人 國家對每一個人都有照顧的責任 好 那第三種模式是什麼 其實比較像歐洲的天主教國家 他們講到什麼 這是你的家 我會尊重家的範圍 所以 我不會任意去干涉 但是 如果這個家庭失控了 這時候國家就有他的角色 好 我們比較像是這一類的 所以你好 那你剩下的什麼 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的時候 是你幾十幾歲的 收入一起算 財產一起算 我已經處理過 那個他是低收入戶 結果被取消 為什麼 因為他婆婆 他一個阿瑟 他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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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所以說 那個小孩 這樣有改字 有啊,真的有改字 董哥說 那怎麼辦 我跟妳婆婆講 反正 不要再借他這個了 好 到我所處理 好 我們是家庭主義式的 好 家庭主義式的 家庭要失功能 後來那些家庭是有功能的 這當然是廢話 可是但是家庭有功能的時候 它會把很多事情 包括彼此的結構性的壓迫都放在一起 好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當是家庭主義式的時候會回答一些事情 你在醫療照顧上面 你是照顧一個人還是照顧一個家庭 這事情比較大條 好像經常我們是要照顧一個人 可是我們也在照顧一個家庭 這兩者家庭 是一個我們照顧的重點 可是還有一個叫個人自主 你不覺得這兩者的事情有時候會擺盪嗎 如果個人自主跟家庭共同是很一致的 照顧這個人跟照顧這個家庭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很多家庭動益的方式 來協助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你跟他的家人一起來照顧這個病人 也可以這樣講 如果問題來了 如果這個家庭跟這個個人有很多衝突 我沒有看到說要不要寫鴻一書 要啦 要不要寫見證人要簽名 應該要啦 可是如果寫鴻一書那個人意思很清楚 所以我自己都可以決定 那那個見證人要不要寫 其實法律上可以不用寫 可是呢 我可以保證 大概是你沒見證人要覺得怪怪的 怪怪的 對吧 為什麼怪怪的 因為那是家庭主義取向的工作 你來開桌 你家的人都不來講董事 這這樣感到 我們後面都加多加一句話 萬人 開桌開到有什麼意見 你家的人 回國都不跟他講 有什麼意見就是當事人講嗎 當事人為什麼講不出話呢 我們就一直想那一大堆 可是法律上 那有說一代一家的人簽名嗎 沒有啊 可是偏偏我們就習這個習慣 所以曾經有一個不算笑話 做到做到一頂 看到那個西伊民 應該就會說 你現在有國家協會他們說 越南女子嫁來台灣 他就沒有幾個就翻了覆包 他人家從他的手軌告訴他 現在小時候就給他上去急診 他急診他已經發現 這要開桌 那開桌要怎樣 叫他人家的簽名 什麼東西那人 什麼報家的人呢 我怕他走到他 他也不知道我們來這裡 是要救他 是要開桌 他會告訴他 他如果拿桌下來要怎樣 在那邊就找了 可是旁邊的護理說 沒有啦 這不簽名 我不是算了 我不能開啦 然後弄了半天 我為什麼會知道 是因為 社會就請我出面去協調一下 那十幾年前的事情 可是你聽聽你說奇怪 這也是問題嗎 對 這是問題 醫療上 我們要照顧一個人 這個就是一天要開桌 怎麼很清楚耶 對不起 不要講干擾 講干擾是負面的 影響到我們醫療決策過程裡面 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性別的問題 所以你看喔 在這樣家庭主義意識的情況下 這些所有的人 所有的情況都在產生影響 所以呢 我們面對很多的問題 可是 不要忘記 我們的家庭主義也受到挑戰 這時候你告訴我們 家庭主義這四個事也不是法律 偏偏就是 硬繞在我們娜娜裡面 會影響我們做決定的事情 好 所以 這樣的過程裡面 你看喔 家庭主義是功能性 要對個人的醫療照顧 那現在 反正了 看白痴 我們不是偷黑了 所以就要找家屬來照顧 那如果那個家屬有狀況呢 弱勢功能呢 還是說 誰來照顧 那個複雜度就開始出現了 那通常 如果是這樣子比較複雜的時候 在醫院裡面 那副理師就協助處理啦 有一點 多少一點命令式的啦 可能很多有 可是會想想看 這裡面的確有很多的落差在 那其中性別是有重點 那這裡面就包括 醫療照顧者的自我經驗 性別經驗 醫藥角色的自我經驗 性別經驗 其實都會存在 等一下 不能講太久了 那這裡面 我們怎麼去看 這樣子一個重複性 那裡面 因為為什麼講家庭主義 家庭裡面彼此的分工 其實性別佔了非常重的角色 那這種重的角色裡面其實 就是被強化了我們在醫療 互動過程裡面 但是怎麼去做醫療決定 甚至於規定到醫療決定啊 怎麼去問醫療相關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講什麼 我們規外文明講的適當原則 什麼不傷害啊 什麼利他啊 類似這樣有正義啊 這些原則 事實上放在這裡 你會發現這些事情 好像不太狂欸 那要不要把個人的性別的部分 作為關係的元素之一去思考呢 所以就變成 後來變成是說 這裡面的社會正義跟資源分類裡面 顯然就呈現了出 我們在整個醫療照顧上面的一個樣貌 那這樣貌其實是在挑戰著我們 跟我剛剛那裡說 醫病有沒有和諧 或是說有沒有讓醫療程序 好好的去做 自由走下去走完這個議程 就變得很重要 我們看到平衡這個嗎 這個人一票有沒有 這叫平權 所以開始有人說 我們用平權的方式 平權代表著 所有注意到差別的存在 我提供不同的資源 但是我還是承認一些事情 這都好說不好做 因為 當 社會長認識很多的時候 有一個做倫理的阿婆 人家來說 還要再三十多元就對他 但是他真的沒拿 你要先看嗎 你可以先看嗎 拜託你好不好 這時候 現場就有很多的一些 人家那 阿婆很可憐耶 人家你也比較愛心先看 你也就跳過來說 沒有啦 如果兩個人這樣炒起來的時候 我保證 投訴院長訊箱說院長沒有處理到 這變得很大的困難 我當然 我講這個在 我們一般人是不會遇到 當然 當党也會說 這個阿婆 真正是 人家看得對嘛 正如你 當党很久 還沒聽到 先看這個 這個都可以講個空 可是 三不五時 就有點發現 有些東西 真的還講不太空的 那 還這些只是說 我們看到衝突的起源 讓我們多一點點接納 坦白講 你要把所有的衝突事件 就這樣顯得到 沒那麼簡單 所以 這些脈絡裡面 我們就去看 身體的性別經驗 新的社會經驗 這些 其實基本上 有變成一片的地方 那我們就講一句話 有權力就有反抗 那我拒絕是沒有反抗 你叫我不要的名字 你叫我吃藥 你叫我吃藥 不是 你叫我做那個 成人見解 你叫我做FBT 我賣的呢 賣的什麼意思 如果男女老達五族 為什麼不要做FBT 因為他認為大便是不解的 我要把他拿起來 放進去 然後放在家裡 等一下再帶出去 他們覺得他受不了這個 這個都有 所以 後來我們這樣講 我們的性別經驗 跟我們的個人經驗都一樣 其實我在講性別經驗 我覺得強調是個人經驗 就會變成一個既有方向 跟你 你入庭醫院 我就這樣叫他起來就行了 但是 我當時現在沒好 還是什麼 沒辦法涵 來 我們講這個意思 這個是病權法的第六條 他說 要做下修徒來治療之前 要簽署 醫療機構應經病人或關係人同意 此得為之 他是用過 那再來 如果醫療機構應的病人 可是貨呢 他的關係人可以當病 你說黃司聰 這樣說這樣想過嚴重他 到這裡中途性 我告訴你 有 真的是有 當然他就變成不自主性 不是唯一同意者的受損 會不會這樣 可是這個人跟我關係人 是他家人 你們會覺得 曾經遇過 因為以前在做一個研究 研究婚抱婦女的避孕 有一個很特別 一個的避孕 他說沒有 一個 佛物生產 大家知道 那個 胎兒生出來之後 那開始瘋了的時候 就會打一支全身麻醉藥 竟然是做這個動作 以這些理念 結果 那個醫師 那個先生就跟醫師講 算不算做結紮 那醫生就覺得 算不算做結紮 因為他生兩三個 所以他做結紮 然後結紮完之後 等他恢復了 站起來說 你先生說要做結紮 他已經要做了 請你簽名 你覺得怎麼樣 叫你說 毀壞一個人的 聖職能力 這件事情是大事情 可是呢 當他們這樣說 就這樣做的時候 如果你沒注意到 你會覺得很自然 對不對 那是贏導的人 就是他先生 你會說 你不想生 就不再說 就順便結紮 他已經開到的時候 就順便結紮了 好 所以我們這樣 這個時間點 聽起來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做 可是不要忘記 有時候有些 有些性別互動的議題 或是各種權力的問題 你就很自然的 在這樣子的一個 路徑框架底下 很自然就發生了 然後說 要不然 共同手套要叫 共同手套 要怎麼簽名 我同意他手術一樣 其實現在聽是覺得很突兀 但是如果當下那個情境來像 那個 其實就是我們平常 開刀就會找人家人來簽名的 那個想法 就這樣而已啊 或者 我們不能講說 滔天大罪 對啊 但是我們總覺得 好像這就是一個 我們需要去觀察注意的地方 那這個 跟性別不大有關係 可是有一個 他的毒草 夾斗 衝塞 那有一個酒鬼 要恰合弄一個 Splint 複製 那Internal Heaven 那Splint 皮上破裂之後 其實有Capsule 都要轟掉 有時候他暫時 也不會流那麼快 然後分泌之後 他做到DNA掉了點滴 他家說 啊 這不要再去救了 啊 頭四人要把他撈一四人 不要再去救了 完全就 他又死了 是啦 結果 啊 但是病人沒有死掉 還活著啊 啊點滴去掉啊 然後 問題來齁 病人醒過來 他說 醫生 佛叔 我現在都疼了 你要去救我 這就在那裡了嗎 法律商人是救啊 喔 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你從頭沒有救死掉 這時候我怎麼辦 現在換我要去平衡了 對 對喔 欸 這樣叫這件事不救耶 你看他講 我們只有這種情況叫做 末期病人 我們才可以做這件事耶 Spring doctor 這個是可以救的耶 可是 今天要不要裝不救 我這輩子噴過這個案子 噴到兩間 兩間案子 這個案子是 我在臨床上碰到的 倒不是在衛生局 另外一個案子我在臨床上碰到的 坦白講喔 告訴我 我是覺得說 我們這個社會 對這樣的討論 或是這樣的一個環境的資源 不夠 所以我想 我就沒有再多說話 但是我心裡想說 這自我心裡來的一個 我覺得我們需要去面對結局的事情 雖然 我告訴你 遇到問題我不一定有答案 但是我一直掛念在身上 心上就是說 這案子到底要怎麼搞得好 當然我也想說 要抓起來 要抓起來 還要吹魚 還要多少年 都可以吃粥 都可以吃粥 都沒有話說 絕對會 我都不相信賣 然後 這樣說 黃醫師 當中叫你來求 你要求 現在還要這樣 還要打不打兒子 你看 你怎麼過 但不是後面這個問題而已 那個東西 你不覺得這是很大的拉扯嗎 所以通常 這樣的人都是男性 女性反而是另外一個樣貌 所以 全人 什麼叫全人 這是我沒有太思考 彈性別其實 很多人都把單子拉出來 知道嗎 做人 你沒有太好